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经过了细心调试 和原版对语变化十分的大 玩家们可以静停的享受此次莫斯哥天启之后的世界 去生存 去了解世界背后的真相 游戏的故事剧情则是相当的深邃 就连游戏中的怪物们其实也是有他们的苦衷的 更多的细节我就不剧透了 大家不妨到游戏中亲自的感受一下 相信本作绝对会让你们赞叹不已的 当我们窝在舒适的家中吹着空调 享受电视游戏带来的乐趣的时候 可能并不会联想到那些中日和武器在一起的军人们 然而SAE不认为军营和游戏是无缘的 事实上一身容装的士兵们也都非常爱玩游戏 近日SAEA就将PS4难得的快乐和回忆带进了坎萨斯州的Front Rally基地 这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红医师 美国陆军第一机械化步兵师的驻地 除了众多的PS4游戏试玩和展示以外 美国知名乡村高手Brett Etheridge也来到了军营 为大家献上了一场慰问演出 尽管生活基本等同于训练 时不时还需要面对炮火和硝烟 身处米彩夫的大兵们拿起手柄时 脸上洋溢的依旧是和童年玩游戏一样的笑脸 正所谓索尼大法进军营 十枪大兵抄手柄 容装难掩少年心 但愿世界永和平 上周国外游戏杂志透露了口袋的 口袋妖怪红蓝宝石重制版的游戏最新情报 引起了口袋妖怪爱好者们不小的激动 近日官方也是正式公开了游戏的最新宣传片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口袋妖怪玩家们熟悉的精灵七夕青鸟 雀意飞龙和长耳朵三只精灵 也加入到了MEGA进化的行列当中 它们不仅在外形上焕然一新 能力和属性搭配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不定就从常年冷板灯的处境 一下子就变成了玩家们心中的热门精灵 华丽大赛是口袋妖怪宝石版中加入的系统 而在本次重制版的游戏中 华丽大赛不仅得到了完美的继承 而且还可以让精灵们进行MEGA进化 新宣传片自然少不了我们的皮神 各种变装后的皮神将有自己的专属技能 比如博士皮卡丘会使用电气场地 偶像皮卡丘会使用吸收指纹 假面皮卡丘会使用飞行重压等 如此一来 每一只变装的皮神都显得更加个性了 另外早期购入游戏的玩家 还将得到游戏特点 那就是携带了MEGA10的闪光铁哑铃 它的进化就是高人气精灵巨精怪 游戏将于11月21日发售 虽然国内的玩家们纷纷向老任表示了 对中文版游戏的期待 但是目前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本周黑暗之魂2继续发力 由A9会员小李子大脸猫同学发布的黑暗之魂2游戏视频 展示了铁拳中事最多的老爷爷三岛平板的模组演示 该模组能让玩家使用平板的标志性招式 比如李拳二段瓦哥和雷神拳 在演示的最后竟然还发出了波动拳 我只能说难道这个模组 套用的是尚未发售的迷之游戏 铁拳对街霸中的平板模组吗 仔细想想 打鼓龙还有罪人的时候 如果能使用硬直如此之小的波动拳 那一定是相当的安逸啊 下面这条新闻绝对称得上是让人洗大浦温呢 Bungie在近日宣布了其旗下的MMO FPS大作 命运Beta版测试中的游戏玩家数据呢 不会继承到游戏的正式版里 也就是说玩家到时候又要重新的玩这款游戏了 在Beta中刷刷刷得到的蓝色酒机武器也白费了 问此Bungie的游戏设计师表示 请大家放松身心 该酷的姑 该垂墙的垂墙 或者多出去走走 等心情舒服了些 再回来玩 我们一直会在这里等你 本作将于9月9日在PlayStation和Xbox平台发售 大家也赶快加入A9的官方战队 一起来对抗邪恶吧 万众期待的德国科隆游戏展 本周就要开始了 历年都会有大批游戏厂商新作再次进行角逐 今年我们自然也会看到 当然对于玩家来说 厂商之间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却是喜闻乐见的 近日又有一款大作宣布将加入到这场较量之中 它就是由Dead Island的开发商Techland 打造的全新丧尸末日生存恐怖大作Dying Light 官方于今日公开了本作的参展宣传片 虽然本作是以一款丧尸为题材的动作游戏 但是跑酷的设定更是本作的重点所在 游戏运用了及时的日夜循环系统 因病毒爆发 很多的城市受到了波及 被感染的人成为了狂暴的丧尸 玩家需要利用环境的互动 从傍晚一直杀到黎明 另外 本作还是一款杀香的游戏 玩家可利用游戏世界里的众多物品 同时还需要自己寻找食物 自己打造武器 游戏预定于2015年2月发售 登陆PlayStation Xbox和PC平台 对喜欢砍丧尸和生活压力比较大的玩家们强力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上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精选的最新游戏业界资讯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A9危机热门游戏讨论专区 又有哪些新的动态吧 想必各位最后的生还者加强版的玩家 在朝着白金奖位不断努力的同时 也在联机对战中玩得不一乐乎吧 在我们A9最后生还者加强版的热门游戏专区中 会员蒙好苏就为大家带来了 多段自己录制的联机对战视频 而视频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全程都是使用砍刀在和别人对抗 各种飘忽的走位和犀利的操作将一个又一个拿着枪的敌人展落在地 不过有时也会有些小状况出现 总之就是观赏度很高而且喜感十足 其他的会员更是纷纷表示 请带着我们一起组建大刀队吧 感兴趣的玩家不妨前往观赏 各位看官们请注意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游戏闲夜追加了和大家互动的环节了 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延延下日中 想必大家们一定都会坐在电视机前 把空调打开 把冷银准备好 打开游戏机 玩上几个小时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 您认为最适合在夏天玩的游戏是什么呢 理由又是什么 大家可以直接把想法写在游戏前夜的帖子中 我们会从大家的回复中选择最亮眼最带近的一个 在下期节目中拿出来和大家们一起分享 并且我们还会把这份中文版的PSV游戏 秋月圆兔与2送给他哦 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帖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吧 好了 我今天也是蛮拼的 以上就是今天游戏前夜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直接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相应的新闻写中参与讨论 想知道更详尽的新闻资讯 请持续关注A9危机论坛和清浪微博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写中回帖留言哦 今天的节目就是如此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再见 请不吝点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